除夕為爐 倒數計時了 到底買年菜怎麼買比較划算 其實各大的超市賣場都有推出優惠 像是滿額送現金或是有打九折 另外其實也有這種叫做 搭配信用卡的優惠 最多能省下800元 網購通路也有銀行刷卡 最高是有五折 等於是你可以多加菜了 爐得油油亮亮 入口即化的鯷魚鱘魚 一旁是燉得入味的蹄旁東坡肉 過年大菜一字排開 市場年菜這樣整套買 至少能省500元 不好預算 今年東西都太貴了 都很貴 看多好吃吧 大概三四千塊錢吧 年菜要好幾萬 大大的發自 裡面裝的是佛跳牆 一旁還有獅子頭 梅干扣肉 如果想到超市賣場 自己挑年菜 記得留意優惠 像是在全聯用全支付 滿1000塊就送你800福利點 大潤發則是滿1888元 直接送150元現金抵用券 家樂福超市也推出滿888元 做打九折等活動 另外還可以搭配信用卡 因為像是台信銀行聯名卡 滿3500元 就直接送100元現金抵用券 中信銀行則是滿1萬塊 送200元提貨券 趙鳳銀行刷卡網購年菜 最高也可以打到5折 永鋒則是分期滿額 最高回饋到5000元 另外也是有銀行 是按照比例推出這個最高6%回饋金 假設如果買4000塊的年菜 就有240元的回饋金 可以再多買一道甜點 除夕圍爐倒數計時 銀行也各自出招 要搶過年商機 民眾看好優惠 不僅能省荷包 還有機會多加菜 東森財 先問黃甫祥 張華貞 台北採訪報導 東森財經 24小時股市直播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